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最新上映的高质量电影 和一帮毒枭大哥想要筋盆起手退出江湖 出价3亿美元拍卖自己的生意 可是没有想到遇到了骗子的故事 故事从一个安静的夜晚说起 雷蒙德忙碌一天回到家里 却发现有人早就等着他 随人正是这座城市的私家侦探 他告诉雷蒙德著名的报刊主编 在一场重要聚会上 主动上前和他的老板米奇打招呼 遭到的冷落还被嘲讽 主编受到聚会所有人的嘲笑 他感到羞辱和生气 花钱雇用私家侦探让他调查雷蒙德的老板 忙出一些劲爆的消息 并会支付15万英镑购买 他已经找到很多关于雷蒙德帮派的黑料 如果不想在报纸上看到那些见不得人的消息 你们必须支付2000万英镑收买 届时他会交出所有的资料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他专门撰写了一本小说 主人公正是雷蒙德的老板米奇 他出生在美国 是罗德斯奖学间的获得者 可以说非常的聪明 但又很穷 考上一所优秀的大学 但没有完成他的学业 也没有回家 因为他找到属于他的事业 贩卖微禁品大麻 游走于贵族子女和有钱人之间 他头脑清晰目标实际 知道如何发挥自身的优点 是一头充满血腥的野兽 想要达成成就 必然需要一些坏事来扬名 那些小混混沦为登天的台阶 多年之后 米奇称霸一方 靠着地下黑色产业链发家致富 然而中年的他 突然想筋盆洗手 在一场贵族聚会上 宣布要拍卖他的产业 其中一位富家公子哥 马修很感兴趣 他们都是黑色装的一员 对大麻生意非常的了解 可对于米奇 如何在不为人质的情况下 种之50吨大麻 他感到非常惊讶和不洁 米奇的生意 每年毛利润两亿刀 净利润一亿刀 他的心理价位 是4亿每刀卖出去 米奇告诉他 想要了解一个人 必须先了解他的文化 现如今是高科技的时代 天上到处都是卫星和无人机 地上到处都是旅行 探险散布的闲人 网络如此发达 信息只需要一秒 便可以传到全世界 在地面种植大麻 基本不可能 稍不留神 就会遭到曝光 但是在英国的土地上 有非常多的贵族 公爵大人们 他们名下 有很多土地和城堡 诺大的房子需要绯护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后代们想要继承 还有遗产税 那些比较穷的贵族 会陷入困境 这个时候 钱就起到了作用 米奇向天使搬出现 赠送大量现金 租下他们的庄园和土地 由于是私人财产 监管部门没有办法乱闯 相比较是很安全的 米奇的庄园 遍布英国的角落 看似废弃的集装箱 打开之后 暗藏玄机 一个巨大的地下大棚 展现在他们面前 这就是米奇最基础的设施 购买生意 包括最优秀的职务学家和工人 还有最为先进的大麻生产线 虽然说大麻不合法 但是未来合法之后 每年将会有2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收入 未来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现在只需要花4亿美道就可以得到 麻销也不傻 种植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最为重要的是欧洲的销售渠道 米奇不打算着急告诉他 交易成功之后 人脉才会透露 如此强大聪明的米奇 妻子罗莎当然也不是善蕾 最近经营一家超跑修理店 长相英俊 身材性感 是米奇唯一的弱点 见到老婆之后 立马变成乖乖仔 这天 店里来一名叫干眼的小伙子 他亲自送来一批稀有零件 不要一分钱 只需要见米奇一面作为交换 干眼是另外帮拍的二把手 把他惹麻了 不是什么好事 于是约定在家酒馆见面 干眼从神秘渠道得知 米奇卖生意的事情 他出了一大笔钱要收购 米奇没有答应交易 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只年少无知的小龙 相远至高明而奸诈的狮子所要领土 狮子不想理他 让他滚开 但那条小龙显然不懂 滚开是什么意思 所以不停地向狮子索取 直到有一天 狮子带着他散步 然后将五枚死弹 钉在小龙的头上 言外之意警告干眼 千万不要惹毛了丛林之王 干眼暂时离开 却没有放弃 明灵手下 将米奇的加工厂位置泄露出去 一群不怕死的 全体运动员 袭击了那里 偷走大量大麻 打上了工作人员 还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到网上 他们如此猖狂 目中无人 和他们的教练有很大关系 教练虽说不是黑道上的人物 可是他肉搏能力强的可怕 也算是有点小名气 和学员一样 他们脾气都不是很好 动不动就会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不过这次的麻烦惹大了 教练明白 招惹米奇的后果 那些曾经找过市的人 现如今分头场都三丈高了 想要活命 必须做出巨大的牺牲 首先下架发布的视频 再找到给他们透露消息干眼的手下 教练亲自带着他去赔罪 愿意奉上忠心 承诺以及时间 直到还清所有的债务为止 条件是放过手下的孩子 然而抓到干眼手下意外死亡 他们失去最有利的证据 抓捕幕后黑手的机会 也失去了线索 米奇的庄园和工厂遭到了曝光 对未来的生意影响非常大 还正处于要买卖的重要时刻 他找到买家马修 向他解释问题并不大 安抚了对方的情绪 马修表现得很淡定 答应会继续消息 遭到曝光的庄园马上会闭 所有的损失将会由米奇一个人来承担 米奇从贵族手上租下庄园 并不只是花钱那么简单 贵族有什么麻烦事都会找他 这一天贵族一个调皮女儿 整天和一群坏家伙混在一起 做父母的对此没有丝毫办法 连女儿目前在哪都不清楚 他们其求米奇帮助他们找回来 米奇将这件事情交给德力助手雷蒙德 经过调查他发现小女孩踪迹 但是所在位置不是米奇的管辖区 而且那里鱼龙混杂 到处都是尹君子 其中还有很多富二代和贵族花花公子 都是一些不好者的主 雷蒙德表示不想插手这件烂事 耐不住身为老大米奇的命令 他只能硬着头皮带人找到小女孩 在好烟无果之后他只能破门而入 狂躁的音乐乱糟糟的房间 几个稀罕的精神小伙 可能这就是有钱的人生活 小女孩平日就是和他们待在一起 混乱程度不言而喻 雷蒙德告诉他们 你们出生都喊着金汤勺 本可以有烦恼之后向朋友倾诉 用积极的办法来解决 但你们偏谱选择了堕落 尤其是小女孩身为贵族 未来前途无可估量 现在和一群精神小伙混在一起 就像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你可以努力一把让父母省省心 仔细想想这个破地方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他答应跟着雷蒙德一起离开 临别时双方发生冲突 精神小伙试图阻拦 争执中发生了意外 其中一个小伙不幸坠落身亡 小伙的老爹是一个战斗民族 手上有大连的钱 他们惹到大佬级人物 不巧的是 悲心混混用手机拍到 雷蒙德紧追着拿手机的人 他声称不想找事 愿意花钱买下手机 小伙让人多是种不断挑衅 无奈之下雷蒙德掏出了冲锋枪 听到了枪声混混自散而逃 雷蒙德找回手机 避免事态扩大化 小女孩已被安全送回到家里 经过他们的调查 米奇怀疑是另外一个帮派泄露庄园地址 他们主要的业务就是白粉 小女孩回到了家里 也正是因为白粉过量死亡 米奇找到对方的老大 警告他不要只是生非 各做各的生意互不插手 还找人在对方茶里下药 烧掉他们一些工厂作为报复 老大对于农场的事情并不知情 都是手下干眼自作主张带人干的 干眼从不服从命令 更不把老大翻在眼里 转身干掉老大成为新的大哥 干眼能够知道米奇庄园的位置 全靠马修的指导 他们两个想合伙买下米奇的生意 不过干眼野野心太大 他不想听从任何人的指挥 和马修翻脸打算单干 这一天米奇来到老酒馆喝酒 身后突然出现一名杀手 如果不是雷蒙德及时出手 米奇可能早已命藏皇权 他立马意识到妻子罗莎可能有危险 立马驾车狂奔救援 随时干眼带着手下找到了罗莎 抬开枪解决掉两名手下 还是没能打过干眼 眼看着就要被人玷污 米奇及时出现 连开树巷干掉了干眼 以上就是来自侦探 对雷蒙德的剧本讲解 侦探猜测 从一开始米奇打算卖掉生意 马修准备接手 但马修认为价格太高 找到干眼联手 通过偷袭庄园 网络曝光形式给米奇造成影响 然后导致生意产生了损失 马修就可以压低价格收购 可是没想到干眼失去了控制 脱离了掌控 干眼干掉了老大 打算抓住米奇的妻子做人质 威胁米奇卖给他生意 自己掌控一切 可惜他没有成功 被米奇解决 所有的事情都被侦探掌握得一清二楚 包括米奇生意流程的一部分 包社主编痛恨米奇 雇用侦探调查 答应花费15英镑买下消息 侦探感到太便宜 找到雷蒙德 让他出价2000万英镑购买 他们有72小时的考虑时间 否则的话 这期信息将会出现在几天后的报纸上 说完一切 侦探转身离开 第二天一大早 教练的手下帮走了主编 等他再次醒来时 承认出瞎小的车厢里 衣服都被人脱光 教练坐在一旁 告诉他有趣的事情 就在昨晚 他们拍了一部电影 女主是一头大花猪 男主就是主编自己 视频就录在电脑里面 具体内容就要主编亲自看了 当然画面比较新奇 一个男人和一头大花猪的故事 教练希望看完视频之后 不要再有搞米奇事情的想法 教练刚走开 主编便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恶心不已 连雷蒙德看到都无法接受 主编未来 以至后半生都会安分守己 接着米奇约见了马修 商谈关于收购的具体事项 马修见门开闪 声称价格有变动 由于网络曝光了庄园 就算他接手 生意也会停止一两年 一年的损失大概一亿美元 即使未来重新营业 也需要三年来恢复 人工 场地 销售 等各方面都在挣钱 根据当前恶劣形势之下 米奇的生意只价值1.3亿美元 如果同意交易 马修的会计会在一个小时转账成功 米奇告诉他 那些小把戏都已经被拆穿 马修就是最后的幕后黑手 所有的损失初步估计为2.7亿美元 马修必须尽快转账做出赔偿 生意还归米奇所有 米奇并不在乎钱 而是无法忍受有人对他妻子下手 这是多少钱都无法弥补的 马修必须割下一磅肉作为道歉 同时转账少一分钱 一克肉 他只有一个小时转账的时间 最终的对决还是米奇更狠 处理掉两个大麻烦 只剩下侦探这个小角色 侦探自以为聪明 认为米奇不知道马修的动作 其实一切都在米奇掌握当中 奥和侦探偷偷跟踪他们 雷蒙德故意装傻 引侦探上钩 于是乎侦探被装进了箱子 可是侦探不停说一件隐秘的事情 刺杀米奇的人不是干眼安排的 之前那个坠流身亡的精神小伙 他老爹是一个战斗民族富豪 对于独生死的死 他很生气 派人暗杀米奇却失败了 话还没有说完 米奇便再次遭到绑架 雷蒙德家里也来了杀手 关键时刻 教练和手下及时出现 解决了杀手就下了米奇和雷蒙德 可惜的是 侦探趁机流走 他拿着剧本满世界跑 寻找赶买下来老板 最终他难逃魔爪 雷蒙德找到了他 侦探会为此付出声明的代价 在电影的结尾 米奇就要坐在沙发上 说出那段治理名言 如果你要当丛林之王 做做样子是不够的 你必须成为王者 不能迟疑 因为迟疑将会导致混乱 和一个人的死亡 这是他的皇后告诉他的 故事也到此结束 本片名为《绅士门》 是一部非常幽默诙谐的黑帮电影 非常值得戏看的枷锁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